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变异数的信赖区间的求法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先进行的是一个点估计 然后点估计完了以后 它给我们了要百分之多少的信赖区间 我们就可以依据它的条件计算出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跟前面不一样的是 它跟这个变异数 跟X bar跟这个P hat 它的做法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它没有那么直接 因为它不是直接是服从一个 它的抽样分配是那么干脆的 我们只能知道说 N-1瓜糊S平方除以Sigma平方 它是服从的是卡方分配 它不是直接S平方 就直接就是服从什么分配 它是包裹起来的 那么既然这样做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看右边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 我们可以查表 这个地方不论它是自由度为多少 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叫做卡方的二分之α的值 那这边就是一减二分之α的值 这边是零点零五 那这边就是零点九五 无论如何 它是以右边的这块面积来算的 从右边开始数过来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 Ki²它是夹在这两者之间 它的几率是一减α在这里 这边是一减α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中间这个带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等式 那么上线跟下线在这边 可是我们不要算的是卡方 我们要想算的是谁呢 是S平方的 于是我们来做一个上下对调 因为它都是正的 所以没有问题 上下对调的话呢 这边就变成分之一 但是左右要对调一下 因为原来是小的 分之一反而变大的 那么这边对调之后 我们全部同成一个n-1s平方 于是得到的是什么呢 信赖区间 我们sigma平方 就是我们母体变异数的信赖区间的下线是这个 n-1s平方 除以这个卡方值 这个是卡方值的中间来说的话呢 因为卡方有两个 到时候我们查表要注意 这种题目要查两个值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值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边的值是小的 这边的值是大的 大的分之一 总体来说是小的 那么注意的是 上面都一样 那么我们要小心的去查表 查表 记得 有一个二分之阿法 就有一个一减掉二分之阿法 比如说这里是0.025 那这边就是 0.975 这两个是一定是 相互搭配的 那么注意 这就是我们的 sigma平方的信赖区间的求法 那么我们先教各位同学 怎么查表 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 卡方值的查表 注意的是 只要是用信赖区间的问题 我们卡方值都要查两个值 好 我们先来看 如果说是0.025 那么势必一定会有一个 0.975 有这个必要 那这个地方我们假设是 它是自由度为八的情况 那么我们把这个表叫出来 0.025 在自由度为八的情况之下 0.025在哪里呢 我们把这个图亮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 0.025在这里 17.53 那这边就是17.53 我们这边可以写下去 还有一个0.975 一定会跟着搭配的 0.975在哪里呢 走在这里 这叫做2.18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多少 这边是17.53 这里是2.18 其实是并不困难的 查起来并不会太难了 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个立体好了 现在是0.05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 90%的信赖区间 这个地方我们的自由度 我们是改查为4的好了 4的部分 来我们把它抓出来 这4的部分 这是0.05 那么在哪里呢 我们找一下 有了 这是9.49 那这边就是9.49 那么还有一个值 是0.95 那就是0.71 这边的话呢 是很靠近 这0.71 那么这边写下去 第一个值是9.49 这是0.71 那么我们会查 这个表了以后 当然信赖区间 就不是很困难了 那么我们来找一个题目 来算算看信赖区间 假设我们某一个公司 某一个公司购入了10箱苹果 每一箱的样本标准差为2 那么就是代表 s等于多少 2 现在我们想要估计的是 母体变异数 就是sigma平方 的信赖区间 95%的信赖区间 这个样本数是几个呢 n等于10 那么我们自由度 当然就是9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把 就是信赖区间 先列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 n-1刮弧s平方 这是固定的 这就是我们的卡方值 重点是在于查表 我们需要查两个值 那么表把它亮出来看看 我们放在右边 这个卡方值是因为 n是10 那么自由度就是9了 来9的地方 现在是95%的信赖区间 所以右边是0.025 我们在0.025的这地方 我们把它圈起来 19.2 还有另外一个 既然有0.025 就一定有0.975 所以我们在0.975的地方 我们也把它圈起来 一个是2.7 一个是19.2 好 我们现在把它带进去 这要带多少呢 先把上面带进去好了 n-1是几 9 s平方是几 4 这个底下是什么 卡方值 左边的要19.02 右边的是2.7 小的值放在右边 整体来说就会变大 大的放在左边 整体来说就会变小 它当然是一个正数 因为变异数不可能为负的 那么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1.893到13.33 这就是我们母体变异数的信赖区间的算法 那么它的信赖区间就是说 我们的母体变异数 我们有95%的信心 是落在1.893到13.33之间 那么就直接写下来了 那题目还有问的是什么 如果说是标准差呢 标准差的信赖区间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它也问的是这个 那么很简单 就直接就开根号 平方根就好了 那么就直接算出来 这是标准差的信赖区间 这是变异数的信赖区间 那么其实只是平方根一下就没问题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母体变异数的信赖区间 那我们的做法 我们发现它其实是也并不算难 但是它有一点点不是很直接 它是利用卡方的一个方式 然后中间有一些计算出来的结果 那么重要的是 前面所提到的这个Phead Xbar 它都是加减 这是一个对称的关系 但是它因为它不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有两个卡方值要查 那么其实我们熟练了这个 它的一个观念 就是用图来想象 那么事实上 信赖区间的题目 其实都不算很困难 好